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今天的歷史題目是太平洋戰爭 太平洋戰爭的起因呢 為什麼是會這樣呢 因為日本人攻擊中國 但是中國為了拯救中國 中國人為了拯救中國 士氣比天還要高 剛剛此守南京 好不容易日本攻下來 中國軍隊一個也不慎的 衝走了 日本人氣不過啊 南京大屠殺開始 30萬人一下子被殺個精光 無辜的中國人被殺個精光 美國看不過去啦 美國啊就說 日本人你們如果 日本鬼子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再攻打中國的話 我就斷了你們的鋼鐵 斷了鋼鐵有什麼好怕的 我連國際聯盟都不怕了 還怕你們這些鋼鐵啊 蛤 日本就說 我去跟蘇聯簽 互不侵犯條約嘛 果然蘇聯就會給他鋼鐵了 美國真的是氣炸了 美國就說 好啊 你這樣子 我就是殺手劍 殺手劍 憑你什麼殺手劍 來呀來呀來呀 美國 美國的總統 美國總統羅斯福就說 美國總統羅斯福就說 如果日本人再不退出中國 所有的中國的話 斷了你們的石油 什麼 日本人一聽 呦 羅斯福這殺手劍厲害啊 羅斯福真厲害 一眼就看穿了 日本的弱點 來呀來呀來呀 想打就打呀 想打就打呀 要不然你們 向你們的盟友 蘇聯去 要石油啊 你 日本的外交官就 日本那個首相就說 你以為 蘇聯是萬事通嗎 你以為蘇聯會給我 鋼鐵就會給我們石油啦 他們不產石油的 日本的外交 日本的首相就說 我願意辭職 我也不要做了 由東調音機 繼續繼任首相 這東調音機首相啊 是一個極權的 戰鬥主義者 那戰鬥 他就說 對美國決戰 但是七年之後 他死得很慘 這東調音機啊 就讓總司令 三本五十六 記住這個名字 他很英明 但是 早死 早死 這三本五十六呢 非常厲害 著手進行了 這個 這個珍珠港 而且還叫 駐美日本大使 快點 下戰書 但是 那個打字機的人員呢 打字的速度不夠快 在半個小時 在那送到美國半個小時 密碼還沒有解讀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轟炸珍珍珠港了 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就大怒 還有說 日本太有手心了 我們 因為了我們國家的安全 一定要 向日本宣戰 宣戰 宣戰 全美 群情激動啊 一下子 美國人啊 一下子和英國聯合起來了 日本還是各國各的 日本呢 南下攻打菲律賓 菲律賓首將麥克阿瑟 因為 非軍和美軍 加起來總共有八萬人而已 而且糧食也接技不上 沒有辦法 退守 八丹半島 但是日本 緊追不捨 日本啊 追到了八丹半島 麥克阿瑟 因為菲律賓人的那個 因為菲律賓人叛變 所以沒有辦法 撤退到克林基多島 接著再逃走 逃往美國 這 日本啊 攻佔了克林基多島 一點戰力平都沒有 只是攻打下了 戰略要地 菲律賓 那菲律賓呢 一下子 攻陷了 接著 日本又 日本的南軍中將 奉命去攻打 珊瑚海 這珊瑚海海戰啊 有點難 有點 有點危險性 為什麼呢 日本選錯了 日本選錯了 美國才打贏 如果日本選 對 那麼 日本 就不會打輸 第二次世界大戰 也就是說 我們台灣 可能會被日本 繼續統治下去 不要講這個話題 繼續講 珊瑚海 珊瑚海海戰呢 被 日本的 南雲中將啊 有一個偵察機的士兵就說 不夠 南雲中將 在那裡都沒有士兵 在 根本沒有航空母艦靠近我們的艦隊 好 把鋁雷換成路上 戰鬥艦隊吧 哈哈 但是 裝了兩個小時 終於搞好了 但是這時候 突然 不夠南雲中將 美國航空母艦來了 啊 南雲中將就說 怎麼回事 怎麼這麼快 那個 那個士兵啊 他就說 不僅如此 而且還有108架飛機反航 要怎麼辦呢 首先 第一 攻 第一 直接在 陸上 戰鬥設備 攻擊美國 航空母艦 第二 第二立刻 叫 108架 飛機 反航 第三 換下 魚雷 換下那 陸上戰鬥艦隊 然後 弄到 魚雷那裡 南雲中將 如果選擇1 那就對了 但是南雲中將 選擇2和3 很快的 美國的 航空母艦就到了 把 航空 把那 航空母艦 翔赫 瑞赫 集成 但是 列星敦號也集成了 日本大局已定 已經輸定了 那麼 接下來 戰鬥會如何發展呢 請見下回分享 對 呀 那麼